接下来 欢迎各位练习 跟刚刚的例题基本上一样 池针上方有个导线 导线电子游南向北 N级往哪边篇 这里有个小问题 我暂时不说 这里有个小问题 这答案是向哪边篇 电子游南向北流 池针N级往哪边 一样安培右手定辙 你说答案向哪里篇 答案向哪里篇 来我们找一位大帅哥好 找一位大帅哥叫做26号 26 上来一边 东边篇 请坐下 这个我说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 你看出来什么小问题吗 第一个我先定好北方 定好北方 游南向北流 什么小问题 他给的谁啊 他给的是电子 电子游南向北 我们的安培右手要比的是电流 正电流动方向 电子是负电 所以负电游南向北 所以电流是游北向南 所以要比一下游北向南 然后绕到上面 圈圈做切线 绕到上面一切 绕到上面一切 对不起 磁针上方放导线 OK 一切 他的下方的磁场 磁针上方放导线 所以磁针在导线的下方 刚才讲错了 应该是下方 一切就切到东边 所以答案是东方 那下个也是一样 问你方向 适时钟 逆时钟 然后电子 数 有纸面出来 那他应该什么时钟呢 适时钟方向 还是逆时钟方向 可爱小女生 11 11号 逆时钟方向 跟刚才一样 他考的还是电子 所以电子流往上 比如电流怎样 往下 再考上就是所谓的入纸面 所以就比一个入纸面 进去 进去 看什么时钟 顺时钟 顺时钟方向 OK 最后一个南北向的导线 一样 电流只会由南向北 或是由北向南 然后一样 我的导线下方 直升向东边偏 可是他问的是 电子流的方向 他问的是 电子流的方向 请问你 他的方向朝哪里 24 24号是谁 起立 发呆 因为刚才睡觉 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游南向北 反正 50%机会猜对 还有人跟你报答案 请坐 听好北方 时针在导线下方 你的下方要往东边偏 谁要这样子比 这样子比 这样子比下方往东边偏 讲过了 你不会 就把它定好 由南向北 由北向南 看下方是往东边偏 是就答案 不是就 换另外一个 OK 那这样表示 电流是由北向南 电流是由北向南 可是电子是负电 就要反过来 所以是由南向北 所以我们是由南向北动 这就是我们的 简单小练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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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